OK 那么这一部分 是我们这个CESF的一个防护 那么这个里面 还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最重要的是这个 是这个登录的装饰器 是这个登录装饰器 OK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叫做 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呢 就是你经常 在你去注册一个用户 登录一个用户的时候 它会让你输入这个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你的一些 暴力请求啊 就是在这个 网站开发的这个早期啊 就是设计这个登录页面呢 它是没有这个验证码的 没有这个验证码的 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些人直接自己写这个程序 不停的 不停的就给你发这个登录的请求 去试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直到把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呢 把它试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暴力破解 那么后来呢 为了对吧 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就在页面上给它加一个验证码 就是你去请求之前 你首先得把这个验证码呢 给我输一下 那么这个验证码呢 它一般的话就是一个图片 图片上面呢 我给你画了一些字母 那么你把这些 你再去请求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字母 图片上的字母呢 给我输出来 但是程序的话 它去识别这个图片上面的字母 它的难度是 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并不是说它不可识别 相对于来说比较大的 所以呢 就降低了这种暴力请求的概率 不是绝对的防止 就降低了暴力请求的概率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验证码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12306 对吧 最变态的一个验证码 这种东西 你用这个程序识别 其实难度比较大 很大 它这个 OK OK 就是有些专门 有些这个专门 比如说图像识别的库 它可能能把它识别出来 但是它已经去提高了 这种暴力请求的 降低了暴力请求的概率 这是我们验证码的一个目的 一个目的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在我们这个 发的这个课件上面呢 我们有一个验证码 有一个验证码 看到这边验证码 验证码的本质呢 其实呢就是一个图片 就一个图片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验证码 那像这个验证码的话 我们给大家说 它其实是一个图片 这一部分的代码 也不需要你去写 就是也不需要你去写 你网上 你工作 你要用到验证码 你一搜一大堆 你一搜一大堆 你直接张过来就搞定 OK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呢 就是用于产生 这里面有这么一块代码 它呢就是产生一个 验证码的图片 一个图片 那么这里面产生 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你需要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 去装一下这个包 这个包呢 Pillow这个包呢 它是操作图片的一个包 它是操作图片的一个包 你要在这里面呢 把它装一下 就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直接把这个 就关了啊 OK 那么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 我们要装一下这个包 这个呢 我就先把它 好 来去装一下这个包啊 好 这个包装完了 对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段代码 给大家产生一个验证码图片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看到啊 我们这个就放在这个下面啊 放在这个下面 那么 OK 那么然后啊 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从我们刚刚装的这个包里面 导入了三个类 一个呢 是图片类 一个呢 是画图片的一个类 一个呢 是图片上面的一个文字 然后呢 我们又导入了一个BSIO 这个是操作内存文件的一个类啊 然后在下面呢 里面呢 写了一个适度玩数 哎 这个适度玩数里面 首先干嘛啊 他呢 导入了随机数的模块 对吧 然后呢 产生了一个随机数 哎 作为一个圆组 这个圆组的 哎 所有三个数字呢 都在这个0到255 之间 这其实呢 是一种颜色的表示方式 叫做RGB的颜色保持方式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是产生了 随机产生了这样一种背景颜色啊 然后呢 这里面定义了一个宽和一个高 好 那么 下面呢 哎 就使用我们的上面的这个 Imaginate new方法呢 去创建一个画布啊 去创建一个画布 那么这个RGB呢 就指定你的背景颜色的表示方式 就是RGB 哎 这个背景颜色呢 就是这个BG Color啊 你这个画布有多宽有多高 就通过我们这个 wise和height指定的啊 这里面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画布啊 这画布呢 其实呢 在我们这边啊 其实在我们这边 就是你在这边 下面呢 你在这里面 哎 我们给 画布 哎 其实呢 就是相当于啊 我在这边去产生了一个 产生了一个多宽多高的啊 背景颜色是多少的 这样一个画布啊 这样一个画布 那么 然后呢 再往下呢 你要在这个画上啊 图片上画东西 你需要呢 有一个画笔 那么这个画笔怎么拿到啊 就是image这个 类有一个方法 叫做这 传入一个画布 它就会给你返回一个 画笔 然后呢 再往下啊 这个画笔呢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point方法 它就是在这个画面上呢 给它画一个点 画一个点啊 但是呢 它需要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你要在这个画面上的哪个点去画这个 哎 你要在哪个位置啊 去画这个点 然后呢 再往下这个参数呢 是你要你画的这个点的颜色是什么啊 颜色是什么 那么我们在上面呢 就是循环便利的100次 然后呢 随机在这个画面上呢 产生一个位置啊 产生一个坐标 然后呢 再产生一种背景颜色 哎 然后呢 调用我们主要对象的point方法 在这个画面上呢 给它画点 哎 就是在这个位置画点 这个点的颜色呢 就是这种颜色啊 其实呢 这个里面呢 就是相当于 在我们的这个 上面啊 就相当于在这个上面 给你画了 哎 100个点啊 100个点 我们这里是便利100个 那么这个点呢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我们把它叫做噪点 噪点啊 那么什么叫做噪点 其实呢 就是 我们说有些 程序啊 图像识别的程序 它可以识别图图片上面的文字啊 那你为了加大它识别的难度 你给它加的这个噪点越多 它识别难度 越大啊 越大 哎 这就是我们加噪点的一个目的啊 然后再往下 好 现在有了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还要在这个图片上画出这个验证码是什么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定义了一个字符串 哎 作为这个验证码的备选值 然后下面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从这个字符串里面随机取出四个字母 随机取出四个字母啊 把它加到我们的rends的上面 作为你的一个随机选出的验证码 那么有了这个验证码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画在我们的画布上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首先画的时候呢 你需要有一个字体 哎 调用image font这个类的true type啊 去指定一个字体 那么这里面大小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再去构造这个字体的颜色啊 颜色 你比如随机产生一种颜色 好 上面呢 我们就开始呢 调用这个桌对象的text方法 在这个画布上面的这个点 去画上这样一个字符 哎 字体呢 就是它 哎 这个颜色呢 就是字体的颜色就是它啊 那么这里面是画了四个 画了四个 哎 就相当于 我随机选出之后 那么我就在这个 哎 上面的某一个坐标 画上这样一个 哎 验证码 比如说我选 我选出的是A113 那我就在这边写上一个A 写上一个1 哎 写上一个B3吧 OK 那么相当于就这里面啊 就是在你这个画面上啊 把这个验证码呢 把它画上来 哎 这是这里面的作用啊 那么画过来之后呢 这个画笔呢 你要把它删了啊 直接就是删除 好 删除之后下面怎么做啊 直接呢 是 把这个生成的验证码 你要存入这个 session啊 你要把它存出来 因为呢 一会儿呢 要做这个验证啊 要做这个验证 就对比用户书的验证码 它对不对 好 再往下啊 哎 这里面我们有了这个 画好这个东西之后呢 最终我们需要把它保存在一个文件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内存文件啊 内存文件 然后呢 把这个 哎 im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画面 哎 这个图片 把它保存在这个buff里面 保存成一个 拼机的图片 然后啊 下面呢 把这个图片返回给我们的浏览器啊 你把它保存在内存文件里面之后 这个图片的内容呢 你就可以通过buffer.getvalue 去获取这个图片 然后呢 把这个图片呢 返回给我们浏览器 但是你注意这个时候呢 你要告诉浏览器 你返回的是一个图片 所以呢 你要在后面指定它的类型 告诉它 你返回的是一个图片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一旦去请求这个地址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图片啊 我们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 叫做 whereprime code啊 在这边 加上这样一个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定一个地址 然后 url啊 r 这个 code 到了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viewsrd 好 它呢就是产生验证码图片啊 产生 验证码 图片 好 那么这一步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看了啊 比如说我就直接访问这个地址 访问这个 哎 把这个启动一下啊 Python啊 manager 批判出一个run server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输入这个 verify code啊 好 回这 哎 这里面是不是产生一个图片 看到没有 an3 hr 后面那些点 就是我们所说画的一个 噪点啊 比如说再访问一次 哎 这个验证码呢 又变了啊 又变了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验证码的图片啊 验证码图片 OK 那么 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验证码怎么用 对吧 我们通常在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他加一个 验证码啊 那我就可以在我这上面 给他加一个啊 这里面是记住用户名 对吧 后面呢再来一个 写上一个图片 写上一个 imagine啊 写住一个imagine 然后呢 我们写上一个imagine 这个imagine的地址写谁呢 就写我们刚写的这个地址 叫做verify code啊 哎 然后呢 你写 你写完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去访问这个登录页面 你直接输这个login 好 哎 这边直接跳转了 是吧 我们要把它清掉啊 把它状态给它清楚啊 不让它跳转啊 不让它跳转 然后呢 出入这个 OK 哎 直接出这个 login 好 回事 哎 是不是有这个验证吗 看到没有 哎 这就有了一个图片啊 你就直接把这个src写成你那个地址 然后后面呢 我们要让用户输入验证码 我给他写上一个 input啊 来上一个type 等于我们的 text 哎 然后呢 来一个name啊 name呢 比如说我就到vcode吧 哎 代表这个验证码 然后我们还是呢 去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OK 那么 然后呢 把这个稍微换一下 好吧 OK啊 然后 哎 你在这里面 你一刷新的时候 哎 这里面有一个验证码 对吧 那么你去输这个用户名密码的时候 你还要输这个 验证码 那在我们这个login check对应的试图里面呢 我就需要呢 去去教验这个 验证码 那么这一部分login check这边啊 首先在这边 我们先 你在获取这些东西之后 我是不是要获取这个验证码 对吧 看到啊 获取 验证码 那么这个呢 就是 request.post.get 直接写上一个 名字叫做 vcode vcode 那么这里面就拿到这个vcode 然后 有了这个vcode之后 好 这是用户输入的验证码 对吧 我们还要去获取 生成的验证码 那保存在30里面 就是 从30里面 request.setion 点get 那么这个名字呢 在我们这边啊 在我们这边 就是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 我们要把它呢 获取出来 就是在这边 获取session中的 验证码啊 这里面是 获取这个 session啊 中 保存的啊 保存的 验证码 OK 那么这里面是获取用户 输入的啊 用户 输入的验证码 那么有了这样之后 我们在进行登入教码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先进行 验证码的教码 对吧 你先别管其他的 你就先进行这个 验证码教码啊 就进行 验证码 教码 教码啊 我在这边就可以判断了 我这边再来一个名字啊 叫做Vcode Vcode的2 等于他 好 假如说你这个验证码 俩不对的话 如果这个Vcode的1 他不等于这个Vcode的2的话 说明这个验证码错误 对吧 验证码 错误啊 验证码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的话 我就直接还给你跳涨回这个 登录页面啊 我就不往后再做对比了 对吧 因为你验证码呢 都没输对啊 直接输这个 login啊 OK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验证码的一个对比 你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对比了 比如说我在这边 首先我们在这边 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输这个用户名 输这个密码 用户名 密码我输对啊 然后呢这个 这个东西呢 验证码我输错 7w1 2 然后比如说点击登录 OK 是不是刷新了 看没有 验证码又变了啊 现在呢 我处理用户名书 密码出对的 出这个 对的 然后呢出这个 L 这是大小写区分的 LBT T啊 T啊 然后呢我这个看的比较轻啊 它是LBTZ啊 然后点击登录 是不是跳过来了 对吧 那么 这就是我们这个 验证码 就我们这个验证码 就这个 验证码 验证码它的一个使用啊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登录页面的时候呢 你给它加上一个 验证码 那么在用户呢 输入数据之后 对吧 你首先先去对比这个 验证码 如果验证码输错的话 我们就不再继续往下 操作啊 只有它验证码对之后 我才会去教验这个 用户名密码呢 对不对啊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验证码 它的一个使用啊 它的一个使用 也会去对比这个 对比这个 我们验证码 我们验证码